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我都没有办法阻止HP的这场资本声演 您是说这次资本重组本就是一个局 很判断 如果不对线人持股的承诺 研发室里所有的资料 你一张纸都带不走 你要为你的任性负责 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行业局 我在信里面演的不是一个马农 我演的是一名曾经的律师 您放心把五年研发的项目 还有将近五千名员工的命运 交给一个年轻女人吗 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的梦想 但是这部戏的不一样之处 是在于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 它更是一群人的梦想 然后是一个希望老百姓生活 更加便利的这么一个梦想 空巢老人 生命报警系统 手机里显示的四吨水 救了我的命啊 这帮家伙 他们都不知道 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个 这么漂亮的田螺姑娘呢 在职场上 它是一个很专业 很严谨的这么一个职场形象 比较普克脸 能把你的墨镜摘下来吗 你装得不累啊 在家里呢又是一个 会撒娇的小女孩的状态 在感情上 她是一个非常勇敢 敢于表达爱的这么一个女孩 郭承宇 你怎么来了 他跟罗承宇在后期的时候 他又像一个野蛮女友一样 这是我对这个人物的三个设计 楚安哥是一个办事特别严谨 有他自己规范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的做事风格 然后罗承宇又是一个 节奥不逊的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楚安哥的到来 无疑就是给他上了一副枷锁 不要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了 生存和情怀你必须要做抉择 在罗承宇要发疯的时候 楚安哥总是会站出来控制他 其实他在整个当中 他应该对罗承宇的看法是有变化的 他有几个层面 比如说他刚回到国内的时候 他是一个旁观者的状态 后来发现罗承宇辞职 辞职是因为不舍得这些员工没有工作 然后他也没有独善其身回到归都去 而是在国内又成立了自己新的科技公司 然后把这些员工全都聘请过来 楚安哥就会有改观对这个人 慢慢从一个旁观者的状态 变成了一个陪跑者或者同行者 我已经选择了蓄日科技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梦想 一群人的梦想 一座城的梦想 一个国的梦想 现在这个社会呢 谁不是在多县作战 谁不是加仙大把所有事情滚在一起做 今天乐乐生日 你给忘了吧 一到三年级呢是公英女 四五年级公奥圣诞的英语之后 3000单子量的 PET也就是个 PET在如果你有FC 算是个分 二等奖是起码的 一等奖就完了 这几个角色都是截然不同的 性格 出身 然后包括职业都是截然不同的 田宇兰还是以家庭为重的 她的眼里心里都是儿子 那董思佳是完全的职场精英 然后是全年无休的状态的 这么一个不顾家的一个女人 小满生活又是不太一样 她的家庭非常支持她的事业 所以她过得无忧无虑 楚安哥呢是一个有事业 最终也收获爱情的这么一个 也算是比较圆满的一个角色 我想做自己能做主的公司 猜到了 要打碎的重塑 才能跟世界融合 有梦想就要勇敢地去拼搏 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在表演这条路上 走得更稳 这条路上 我留下了 三条路上 三条路上 分手上